现在就是我们菲律宾的活动 大活动叫 很多都是义工们 然后他们现在熟悉 他们一直也办这个活动 她是黄晴妮 从菲律宾嫁做台湾媳妇 现在的身份是菲律宾的 网路媒体记者 我每次做一个访问 我都会分享在我的平台 第一我的YouTube频道 第二我的网站 这个平台就是要介绍 菲律宾移工在台湾做什么 她透过自媒体拍片 介绍台湾的风土民情 南辽Fishing Harbor 这个地方是真的很特别 也透过社群媒体 教菲律宾人学中文 Let's start with 1 1 2 2 嗨 更在台湾募集二手物资 送到菲律宾的偏乡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对我来说 他们感谢我不重要 我看到他们的表现 真的过满处了 真的开心到 你没有钱可以付那个开心 真的 你会很感动到 连小朋友笑得到耳朵了 有时候是采访的记者 有时候又变成活动的主持人 就连主播也难不倒黄琪尼 多变的角色 在台湾的菲律宾圈子里 小有名气 有人问她 为什么不求回报 也要做这么多事情 她的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我觉得多介绍文化 会少了课本印象 跨越国界 打破文化差异的樊梨 一步一步搭起沟通的桥梁 这座桥还没完工 但是黄琪尼会一直搭建下去